她說我太太就是田花 人家會叫貨啊 會這樣 怎麼會這個 當做A先生 這個A先生他媽是田花 結果這個豐盛的 就聽到他老婆 打抱不平的人那邊去了 就打電話來了 結果就說 你跟他差不多 你做人的小三不可以撒歪 就跟我這樣講 我就跟那個A先生說 你媽那邊的人在想起 跟他知道說 沒關係 媽媽 你後面看他知道 你想起就不行了 這是你下家的人 一定是想說 你現在搞得我這個好坑的 挑戰 在跟你試探的 是啦 不行了 這樣是啦 我想說算了 算了 結果媽媽也沒關係 結果 結果之後 他對我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 12年來 好像就是在戀愛一樣 就是跟男女朋友戀愛一樣 所以是相處得很愉快 很愉快 他就是回台北的時候 後來會來我家了 來我家的時候 人家說 女孩子要讓男孩子喜歡的話 就是出外向貴婦 回家啦 廚房就向家庭主婦 不是我家庭主婦 是他當家庭主婦 他好會吃 好會煮飯 所有的主持都一樣 而且很會給我打掃房子 就好像在洗澡一樣洗得那麼乾淨 廚房啦 還有廁所都跟他拚 很乾淨就對了 所以我很感恩 最有一點我用什麼報答他 沒有用什麼報答他 有辦法到達22年 晚上就像當婦 阿姊 阿姊 你自己說自己笑 你這樣 不是 不是 但是阿姊 我是想知道說 前面你說那感覺像 這個大老婆已經聽到風聲了 對 可是那她本身有跳出來找你說 你不要這樣 跟阿姊說什麼的 你們兩個也有碰過面 或者是對過話嗎 沒有 就聽這次的 而他有那個風聲 就是這個 這個A先生都被騙他說 沒有啦 那個是幫他介紹做秀而已啦 都跟他講 就是善良的 她也就安撫掉了 他老婆真的很好 他老婆聽說很節省 一個月喔 他跟我講一個月花不到三千塊錢 你這樣人家十幾萬 而且喔 他那個A先生出來的時候 每個禮拜喔 出來口袋都是給他放幾萬塊 而且真的就是有這麼好的人 我小三 我不喜歡做大老婆 是我啦 別人 我做大老婆很辛苦 前一陣子喔 就除了付出就是付出 可是我無怨無悔 可是阿姨到這 阿姨對她的 你對大老婆 你對她的老婆不會覺得 那很壞事 我很內疚啊 我媽媽有告訴我 我媽有告訴她 她說 人家的豬油豬啊 照我們運喔 不要整盤這樣撐起來 跟他害人的時候就要害人 然後我有聽話 所以妳害他啊 12年 最後是 12年一個月12萬 我有存錢 然後後來我又存 也1000多萬耶 對啊 後來我又存那個錢 我又去製產這樣子 那最後要 就像妳講 這12年來其實兩個人 都相處得很愉快 對 那怎麼提分手呢 就是因為就是殯葬業 本來是生意很好 後來年紀慢慢大 十幾年了嘛 那個大財團一直起來啊 給他們拿貨的機會 就比較少了 所以他後來就賺比較少錢了 他就跟我講說 他還是要落葉歸根啦 還是要跟他的老婆 他的老婆 還有他兩個小孩都很棒 所以他就跟我講就是 可是我現在還是很想他 因為一生育育自己足以 這輩子就是 這個A先生對我最好 對 你們現在還有聯絡嗎 現在 偶爾會打下電話 可是 就是等於 沒有再來往了 可是我很感謝他們全家人 對我的照顧 所以這一次的感情 沒有花到錢 還賺到錢 有賺到一千多萬 不要再亂 你要跟我講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賺到一千多萬 那你這一千萬有去買房子 你原來的房子貸款也付完了 差不多 所以我現在是還OK啦 比較輕鬆一些 對… 謝謝 哇 又賣房子耶 內光老師 我們想看哪些星座的人 總是會在愛情上卡關 OK 來 月亮星座代表你的感情 金星星座代表你的戀愛觀 講到感情卡關 我們今天的貴賓都是水瓶座 都沒你們的份 OK 那就不用講啦 比較沒有你們的份 來 來 第三名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 月亮跟金星 是摩羯座的人 像這一型的人 非常非常的有責任感 堅忍不拔 家計一肩扛 OK 對不對 看清楚我有 我驚心 你驚心摩羯耶 誰說沒有我 有…那你上榜了 我誤會你了 OK 來 摩羯座的人 其實摩羯座的女人 非常的能幹 非常的能吃苦 非常的吃苦耐勞 老公生意做不好的時候 在那邊去工廠 做女工 然後賺一點點錢 回來貼補家用的 也是摩羯座 然後老公要撲票 然後生意不穩定的時候 然後要在那邊 嘎三點半 回娘家 等於摩托廚 就錢的 也是摩羯座 老公到時候生病 老了生病 然後在那邊幫老公 照顧老公的身體 也是摩羯座 所以摩羯座 它就是 我的吃苦耐老 反正它就是把所有家裡 男人的 家庭的一所有的家計 全部都扛起來的 那有時候呢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 懂得惜福的 知道你對它好的 愛惜你的也就算了 那有時候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些 很不服責任的 那摩羯座就慘了 就人家把所有的蛋子都丟在你身上 摩羯座就會很吃苦 特別是在這個金錢上面 要承擔很多 第二名呢 如果是天蠍座 就是你的太陽上升月亮跟金星 有沒有 天蠍座 有沒有 OK 來 這一款的是 愛的死去活來 然後走不出情傷 我們常常講說 天蠍座的人 非常非常的專情 然後愛上對方了之後呢 就會把對方當成是 生活當中的唯一 工作也不用做 搬也不用上 不管對方有什麼需求 什麼都會配合對方 那可是呢 萬一對方他如果 比方說 我覺得天蠍座的人 他真的有一丁點自虐的傾向 照道理來講 像他這樣子 很願意為別人付出的人 他應該要遇到很好的伴侶 可是天蠍座愛上的人 往往都怪怪的 天蠍座天性有一種喜歡搶東西 所以那個對方 如果說是別人的老公 別人的男朋友 或者是呢 他喜歡的那個對象 比方說剛好在失業 然後過得很苦的 天蠍座都會有一種 一無反顧想要聊下去 拯救對方的那種感覺 所以天蠍座呢 常常會因為眼光不太好 愛到一個不對的人 再來我們來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 你的意思是 你現在是要找人比較年輕 是你的健康嗎 可以陪你過生活喔 過生活 可是那個生活 就是生活會換面 還是他要負擔的 對 再來我們來看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 我個人呢 這個是我的偏見嘛 我真的覺得最笨的就是雙魚座 他笨喔 其實不是因為你笨 而是因為真的 自己欺騙自己 其實呢 雙魚座呢 會有一種曖昧逃避 恐陷多角戀 我跟你講雙魚座的人 那個耳朵都是嗚起來的 我告訴你喔 你老公有在外面 有偷偷在跟別的女人 會被我看到 我不相信 你不要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真的 就是呢 雙魚座的女生會有這種特質 他不願意去面對那個 他不想面對的事 所以呢 有時候證據明明就擺在眼前了 你老公呢 他搞不好都已經主動讓你知道 或者是你自己都看到 你老公的手機裡面 有這些曖昧的訊息啊 或者是有照片啊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不雅的東西 反正你已經抓到了 你就會覺得告訴自己說 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他還是愛我的 他絕對會回來我身邊的 所以呢 雙魚座喔 你說他很溫柔體貼也是 那你說他很執迷不悟也是 那你說他都不會硬著來 但是你不管跟他講什麼 他那個頭腦就是有一個部分 就是不想要面對真實發生的事 所以雙魚座呢 有時候老公被別人搶走了 都不知道 有時候不小心 陷入別人的這個家庭 變成人家的小三 他自己呢 也都沒有辦法用理智 就是去擺脫這種羅森門 所以雙魚座我覺得是還蠻容易 在感情裡面打到兩關的 喔唷 先問一下天娃姐 好 那也是有想要找一個老伴嗎 有想啦 真的 因為我這輩子就是會演戲唱歌 偶爾主持一下節目 其他都不會 所以希望說 將來有機會的話 看不到這樣還回到一個比較好的人 要先問一下嗎 不知道可能嗎 這要有福報 不然的話也是沒有辦法 你現在一個月差不多要改 真的嗎 先把 先把 對啦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這個需求跟條件 先講出來 永吻合的就來報名好不好 好 來 所以 貸款請多少 現在不用貸款 不用貸款 不用貸款 但是還要另外一間 可是 可是天娃姐 但是這個男人 他至少也要能照顧妳吧 對 一定要有人照顧 而且要很健康 現在都流行 對 流行老少配 現在很多 妳OK嗎 我覺得無所謂 所以妳要年輕的 妳弟OK嗎 比我年輕的沒有關係 我還很健康 對 妳個性很開朗 對… 不然妳應該找一個 再比我更老的 那有些人根本都已經差不多再見了 沒有 妳的意思 妳現在是要找一個比較年輕的 可以陪她 是要健康的嗎 可以陪妳過生活 過生活 可是那個生活 就是生活會換面 還是她要負擔的 對嘛 就是她有基本的經濟能力 對 基本的經濟能力 這樣 怎麼可能 妳怎麼這樣 妳這樣 妳這個拔杯 這跟拔杯 我可以 連拔杯就有了 不像是妳問看看 妳不可能 妳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是要找年輕的 還會健康的 還會出錢的 我每次都拔了 妳是在棄什麼 不是都要幫妳唱 妳是… 老師來 說不可能 說不出來 我… 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 就是2015年的7月 這段時間 老師妳要注意 妳說出來妳要扶椅 我… 妳要注意 妳要注意 老師她說 如果沒有要找妳 找我 好… 小姐妳現在表演很多嗎 還…OK 好 我跟妳講 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的7月這段時間 因為呢 木星這顆帶來 極力的行星 走入妳的第二宮 財博宮 所以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7月的這一段時間 妳會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這樣這個賺錢的機會 因為這顆木星 觸及到一顆 跟戀愛有關的行星 這顆星是金星 真的嗎 所以在這個工作的場合當中 妳會再遇到一個戀愛的對象 哇 其實應該是說不只一個 真的喔 對 不只一個 說妳遇到的這些人當中 她還是有幾個人 其實是有太太的 有太太比較好 就有的有 有的沒有 所以妳要慢慢挑 然後等到2015年的7月 到2016年的7月的時候 這顆木星開始 開始對妳的這個伴侶工 跟夫妻工 帶來好的影響 所以呢 代表說 妳現在好好的去作秀 然後妳到明年的7月這段時間 妳會遇到一個不錯的對象 然後到明年7月以後 這段感覺就慢慢的穩定下來 是是是 人家說做好心不好 不然我常常做神主 是 是 謝謝 我都沒有 不是 那都沒有 就請妳注意接下來這一題了 好不好 湯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有什麼樣的風水密法 可以讓我們的愛情運大開喔 那愛情你們來講的話 其實桃花不用多啦 其實重點的真愛來的 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呢 我們對象很多 不知道怎麼選擇 或是苦無對象的話呢 這個方法一定要學起來 首先呢 那妳一定要準備一個童靈喔 那這個童靈來講的話 就是 童的風靈 那風靈來講的話 妳可以選擇有愛心圖騰的啊 或者是說呢 有像這個圖片上有一對鳥的 就是要雙雙對對的 或是一對有愛心的喔 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呢 夫妻同心感情和和的一個意思喔 那這個童靈上面呢 妳要用紅筆呢 寫上 紅鑾心動的鑾這個字 如果妳有一個靈 妳就寫上一個鑾字 那如果說妳有兩個靈呢 就寫上兩個鑾字就可以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鑾就是 下面一個戀愛的戀 然後下面一個鳥 這個鑾字 好那妳把這個鑾字寫好之後 要用紅筆喔 因為紅鑾心紅鑾心嘛 一定要紅色的筆 好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妳要在紅紙上面 妳可以用紅紙 或是用紅布條喔 然後寫上呢妳的名字 還有妳的願望喔 例如說湯正偉 我想要在2014年或2015年的時候呢 趕快呢 桃花朵朵開 然後出現真命天女喔 那任何的願望妳都可以寫 越詳細越好 符合妳自己需求的 好寫好之後呢 當然我是建議用紅布條啦 因為紅布條之後 妳要把它綁起來的話 會比較好綁 那如果妳用紅紙的話呢 妳就準備好之後 把它摺一摺摺一摺 摺好之後呢 掛在這個風鈴上面就可以了喔 那掛上去之後呢 要放在哪個方位呢 方位是最重要的喔 方位的話呢 如果說妳不知道 平常的方位的話 妳就放在西南方的地方 因為西南方呢 代表崑掛 崑掛代表就是感情和和的掛像 那如果說呢 妳找不到西南方 或是西南方不方便擺 我們就可以針對呢 每一年的九宮廢星裡面的 有一顆星叫做 參狼星這一顆星喔 這一顆星呢 象徵桃花的意思 代表人際關係的意思喔 那2014年的這顆星呢 剛好就落入在北方的位置喔 那2015年呢 就在東方這個位置 所以呢妳把這個 前面這兩個步驟呢 做好之後 綁上紅布條呢 或紅紙之後呢 把它掛在呢 每一年的 貪狼星這一顆方位呢 就可以幫助妳的桃花躲躲開喔 讓妳真愛來敲門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把這個祕法學起來喔 好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夠過關斬將 好 來 我們信息數字有 3056 7419 6728 那說到感情喔 田蛙姐是小翁的 不是小翁的 比較想要感情啦 沒有啦 仲嬰呢 是比較想要好好的工作來賺錢 對不對 真的 我真的好希望 當然現在大家看到好像都很好啊 也還蠻穩定的 但其實 在我自己感受上 我會覺得說 如果可以更上一層樓 然後真的是 像大家看到 就是有看到我 而且我還真的有賺到錢 那才是最重要 是 妳都已經演到女主角了 還能演什麼啊 還能演什麼啊 對不對 女主角的嗎 沒有 我可以往內地發展啊 或是什麼的 對啊 是 那這個就要問一下 林玲老師了啦 老師您 您觀察眾英 她明年的工作運好不好 現在是103 104的下半年 我已經看到妳有一個女貴人 然後這個女貴人 會是大陸這邊過來的 哇 那她真正能過去的話 應該是在 就是後年10 明年104 105的時候她就會 那個時候我有看到 她在明年的下半年 她的 就是會有這個貴人來 所以中英 我還有一年喔 還要等一年 中英一輩子沒有的 好啦365天 也是也是 等下 明年下半年有這個貴人 所以中英 妳要這個時候開始知道 我們知道說 明年下半年有這個貴人會來 就是這個製作人會找妳 那麼妳就要趕 就是現在開始就要做一個 stand by 的動作 就是要表現出妳最優越的名 在妳的工作職場上 然後呢 也要就是 一碰到任何人 就是妳要稍微跟她做一個互動 不要自己把自己給封閉起來 好那106年她妳會去大陸 那我有看到就是106年 但是107年我看到 妳有可能會靠嘴巴 也就是唱歌或者是主詞 有可能也會達到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妳現在開始先以演戲進入 那到後面的時候變成妳多元化 會多了幾個妳可以發展的路線 也是要有耐性好不好 後面中英 我也希望更上一層樓 我已經等到南京線都通車了 但是妳倒是妳回來的時候 基隆汐止線也通車了 那我要等到機場線通車 都是好事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中英居老師 給我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夠過關斬將 好 來 我們新的數字有 3056 7419 6728 91675291 好 9167 好 7419 6728 9167 9167 她都選9167 我也是9167 3056沒有人選喔 對 我怎麼做一個顯示 3056 是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到底在哪一方面 能夠過關斬將 那因為現場是5291 是沒有人選 如果觀眾朋友能選到這一組 到底未來哪 未來一個月你是在哪一方面 能夠過關斬將 貴人相處升遷有望 就是貴人出手來讓你過關斬將 它能夠幫助你 讓你在工作事業上面 能夠升遷有望 所以相當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看 9167 無憂無力 神經清爽 健康方面過關斬將 其實你未來一個月 你過得其實非常的平穩 對 很輕鬆 很清爽的 雖然如果說有一點點的 小小的壓力 你也因為運動把它排解掉 所以在健康方面 能夠過關斬將 相當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看 3056 3056就是肚子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一組 到底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一方面 能夠過關斬將 我們來看看 得心應手 無望不利 工作事業上面過關斬將 沒有問題了 可以到 神經工作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一組的話 其實一直以來 你的工作態度 你的所有的工作品質 什麼都能夠讓人家 覺得你相當的不錯 所以會來找你去做工作 所以在這個很不景氣的之下 你還是能夠非常非常的 穩定在成長 所以是在工作事業上面 過關斬將 是 來 我們再來看看 那個甜花姐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一組 就是6728 到底在哪一方面 能夠過關斬將 剛剛好符合你的希望 對 人際桃花方面 過關斬將 就是 風采迷人感情甜蜜 對 風采迷人感情甜蜜 對 就是說你隨便穿個 很平常很簡單 那就別人會覺得 你風采迷人 有另一半的人 你的感情會加溫 另一半會非常的喜歡你 沒有另一半的人 像甜花姐這樣子的人 她未來一個月 會找到你心儀的對象 可以達成很好的 感情狀態的對象 謝謝 我有60分就很滿足 我現在70分了 那現在我們來看 綜英也是符合你的希望 100分 對 財務方面 章虎 投資理財方面 過關斬將 投資過利 有如神助 所以你現在 未來一個月 你投資什麼都能夠成功 你投資理財方面 都非常非常的 很好的滿意的成果 會來呈現出來 有很好的成績單 所以是在投資理財方面 過關斬將 觀眾朋友也是一樣 如果說選到這個的話 你在未來一個月 在財運方面 投資理財方面 都會相當相當的分數 對 然後就謝謝老師 好 也祝我們兩位來賓 謝謝林老師 也要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集 請準備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 拜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瑞光老師 接下來跟大家預報 11月28號 禮拜五個星座的運勢 運氣特別好的三個星座 第一個是天秤座 會有朋友來找你 吃飯喝咖啡 讓你非常的開心 第二名是雙子座 你點字非常的特別 廟語如珠 有很多呢 充滿創意的想法 職場非常的順利 第三名呢 是射手座 你會有主動想要表白 施愛的可能喔 然後呢 也會有人回應你 然後要特別注意的三個星座呢 第一個是水瓶座 你的態度啊 不是很好耶 對別人有一點點冷淡 不太客氣 小心跟人家吵架 第二個呢 是天蠍座 你的家人啊 可能在冷戰喔 比方說爸爸跟媽媽 或兄弟姐妹 你要在當中啊 去仲裁去調停 再第三個呢 是獅子座 你的伴侶 你的合夥人呢 心情不太穩定 你也要好好的去傾聽 看看他們到底怎麼了 在幸運顏色 以及幸運數字的部分呢 風象星座的朋友是黃色 數字是7 火象星座的朋友是白色 數字是9 水象星座的朋友是淡綠色 數字是5 土象星座的朋友是金色 數字是4 水象星座 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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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步